大家好 很高兴站在这里和大家建议分享 海上发射固团当中 大家最感兴趣的是一箭九星 打九颗卫星不是什么难射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作为一个标准状态 应该有五十几路实施 理论上说 可以打几十颗卫星是没问题的 只要装得下 这个运作能力够 是能够设计出来的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50年之前 也就是197年的4月24号 我们国家指全国之力 将东方航一号卫星送入太空 也使我国成为了第五个 研发制造或发射 卫星能力的国家 那么50年以后 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 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近几年 商业航天的发展 小卫星市场得到了猛烈的释放 我们这次采用的是 几年一号 这个03新一组九颗卫星 是一个企业的商业卫星 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的发展石头 是迅猛的 到目前为止 不完全地统计 作为小卫星集成的 生长厂家和公司 有将近30多家 配套的企业 有100多家 而且每一个 集成卫星公司 都推出了自己的 商业新作计划 我们的航天技术 逐渐地造成了老百姓的生活 和我们的国民经济 也逐步地融合 以前的这种卫星 大部分是蹭大的火箭 但大的火箭 现在有国家中央任务 也不好蹭了 所以这个市场 浮泛出一种 简洁高效灵活 也就是价位失踪的 这么一型火箭 我们国家不缺大火箭 但是像这些商业公司 一时半时也用不起 所以正是在这种 前真性的考虑之下 长征11号运则火箭 在120立项的时候 就提出了装备化 商业化和国际化的思路 来围绕着我们的市场 进行研发 制造 所以我们的火箭 继续的不是最大的动位 是继续最快 最简洁 最高效 最灵活 鼠飞是2015年 9月25号 从立项到手术飞行 圆满成功 用时不到三年 我们的研制过程 也是最快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